好声好气再遇归来 在未来星期一晚10点半 将会见到Ali、袁伟豪、吴幸美、 王家乐、袁文杰等等的参赛者 升演决战 大战未上演 这日在记者会先来一场哭气预演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谢谢 新婚的家乐要演哭气也没有难度 恭喜… 新郎 谢谢… 今天要你哭真的不应该 你看你多开心 不要紧 还是工作之一 他很开心得哭 除了结婚和娶美妇之外 也可以参加这个好声好气 除了好气之外 家乐好气也知道 不,我可以跟你同一回合也很开心 你很坏的 人家真的会很开心的 还要谢谢祥师兄 祥师兄 祥师兄 我要特别谢谢你 你过来 因为其实除了英姐有帮助我 我很感谢祥师兄 因为他临到我上台的时候 都会指点一下我 大家知道祥师兄做主持也行 唱歌也行 演戏也行 演戏也行 他就教我如何 在哪个位置 高低音或情感 还有真是很窩心的 祥师兄 有时他见我在苦恼 这个对白怎么说呢 不如你试一下用这个方法 然后效果就立刻出来了 其实我想这个好声好气的第二辑 大家一定要看的原因是 因为有这帮这么用心的参赛者 也有一帮大家吸力了的 一些实力派的配音演员 全部都是在我眼中 是今次是一个艺术家 大部分好声好气的参赛者 都觉得有不少压力 Ali就没有又怕 怕不怕观众对你特别挑剔呢 为什么要对我特别挑剔这么不公平 因为Ali很厉害 其实Ali很差而已 其实Ali很多不足 所以今次上这个节目 都是想再改造再做好一点 但我反而希望大家看着我之后的进步 好咯 好咯